娱乐频道综合报导 修杰克曼身为金刚狼 第三部曲《罗根》去年年初上映后 便宣布不再试验金刚狼 近期却被酷寒战士塞巴斯汀斯坦 Sebastian Stan爆料 在迪士尼收购福斯后 金刚狼貌似渴望回归 GDigital Spy报导 迪士尼先前宣布收购福斯 代表漫威下的X战警和惊喜次超人 都有机会回归复仇者联盟股市线 不过修杰克曼才刚宣布 罗根是他的封爪之作 让影迷无缘看到世界大合体 深感可惜 但塞巴斯汀斯坦信奇表示 自己在一次活动中 恰巧和修杰克曼座位相邻 为了避免尴尬便随意问了他一个问题 罗根是不是你最后一次眼睛刚狼啊 修杰克曼的回应却不像 先前一般笃定 残言这件事有一直放在我心上 但最后是否真的会在 后续的复仇者联盟电影中 看到修杰克曼以金刚狼姿态回归 相当值得影迷们期待 修杰克曼先前演出 悲惨世界夺金球奖音乐喜剧类 最佳男主角 翻射字脸书 在迪士尼收购福斯后 修杰克曼动摇他的封爪决定翻射字脸书 修杰克曼曾公开宣布 罗根是他的封爪制作翻射字脸书